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想到最后送医的时候急性的肾衰竭了 而且还并发恒文机的溶解症 军营连救护车都不肯叫 苏维宇从此就住进了医院变成植物园 其实就在这个礼拜二 4月20号 苏维宇永远的离开大家 他的爸妈现在决定让孩子一爱人间 把他的眼角膜来捐走 他已经蹭了一年多 他已经多赔了我们一年多了 他也真的很辛苦 那我也感受到他真的撑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 我就跟妈妈说我们 就放手了 不要再让他再痛苦了 那我也去跟卫宇说 卫宇 妈妈知道你很尽力了 我也不希望你再痛苦 我也不希望你再痛苦 然后我希望你可以放下 如果你真的撑不下去 那你就放下没关系 妈妈妈妈都会支持你的 很庆幸他还可以有一点点的机会 就是可以一爱人间 然后可以有另外一位病人 可以因为微雨而重生 祝你生日快乐 我 flow手 台灣到底是有多少駕騙集團 新北市的園警居然一個禮拜內 連續巧遇兩次的車手 14號下午例行巡親勿就意外瞥見 28歲男子頻繁用同一張卡領錢一查 居然就是車手了 身上被查獲10萬元贓款 另外在桃園歸山查案 向銀行調閱了監視影像時 盯看螢幕即時影像 發現也有人在提錢不斷的提 結果一查也是車手 台灣有這麼多的車手嗎 連圓警都無法執行